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语力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昨天在报纸上,健康生活版里看到一个标题 老动物楼随时拿命 无吸引吧 因为作为我们现在推广自然医疗 希望大家听众听到之后 多些在健康上的资讯 立即看看内容是什么 因为有时相信一些听众都可能会听过 或者是知道 有时听到一些人说 老动物楼是什么形状 动物楼是什么 所以我看报纸里说什么 报纸里说 老动物楼不是一个肿瘤 因为大脑的血管壁 变成了薄 令到随时在血管内的压力变化 而形成了一些血泡 最可怕这个症状就是 在没有任何情况下 引起的病症之下 令到血泡突然破裂了 随时有三分之一的人 未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无命了 已经喪失了 因为脑内出血了 一位神经外科的医生 表示 老动物楼的形成 令到有两类人士 风险比较高 一种是患饮马凡士综合症的患者 因为身体不止某种软组织 是特别柔软 所以很容易导致血管壁变薄 另一类人士 患有多狼腎病患者 也容易形成血管瘤的问题 一般而言 老动物楼或血管瘤 不会引起任何病症 所以极少人在老动物楼变大时 有时大到2.5厘米 直至压住了神经系统 影响到视力 或者有些动物的血块 形成了 引起一些小中风 才会被人察觉到 而因为有这些症状后 去做检查或检查时 才发现原来有这些血管瘤 即血管瘤 脏成了 刚才提及过 最可怕的情况 死亡率也相当高 如果一旦发现猪网膜下 而出血了这些血量严重时 一旦爆了 有三分一的病患者 在未到达医院时 已经是死亡 有三分一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或者是严重的 不能治理问题出现 而死亡率逃生的人 出院后 没有病发症的 相信只是少于十分之一 听起来也很严重 如何预防到血管瘤的破灭 如果发现破裂 其实要立即入院 而且他们认为 在24-48小时内 有6-8%的患者 会出现第二次破裂 第一次破裂 第一次破裂 发现出院后 在24-48小时内 还会有很大的机会 形成第二次破裂 第二次破裂的时候 有差不多五成的人 都保不住生命 他们可以如何做到呢? 在西医方面 有两个方法 第一 用微创的手术 导管 进入血管瘤 将血管瘤 绑绑 引流 另一个做法 是开脑 清除鱼血 如果幸运的 病患者发现出院后 病患者发现出院后 血管瘤 并不大 而在病患者的年纪 决定能否做到手术 这方面就是西医方面的做法 手术类似像我们的心血管 通波 用道管 因为他的血管 迫薄了 脏大了出来 就像用网 把它套起 令他的血液不好 当然 如果做了这些手术 起码半年 要吃抗血小板的药 而维持着炸弹 不要爆炸 案例中 有一个六岁的病人 当初发现出院后 因为有点头晕 所以去做一个检查 而病患者 他每天都烟不离手 亦有血压高的问题 当初医生叫他 有6毫米 6mm的血管瘤 叫他做手术 但病患者说 不如我再等一会 一年后再去检查 发现出 已经由上一年的6mm 增大了8mm的肿瘤 随时炸弹 安全起见 他这次答应了做手术 做完手术之后 医生亦建议 凡身有血压高 或者吃烟的人 这些是令到血管瘤 是胀大的原因之一 所以如果发现出这个问题 要控制血压之外 一定要戒烟 否则很容易导致生命的危险 听完报导后 血管瘤的情况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之下 有机会形成了 而在这方面 似乎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 可以处理得到 若医生 在临床上 有什么可以建议给我们听众呢 我们过去多年的临床经验 都遇过这些诉讼 不太多 但我们听到其实也挺多人有 有时听到某某人 大家所谓公众人物 他经常头痛 原来他有脑的血管瘤 通常在现代医学 西医方面 只是觉得手术是唯一的工具 除了这个 他们可能会想着 如果血压高 起码血压不要高 血压高赚爆动物的机会更大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患病 他患了Marvin syndrome 我认识了蜘蛛人 是 那些人是长的手指 那些人是长的 那些人是长的 那些人其中 他有一种很容易有很多动物瘤 他是多方面的 他的症状呢 因为动物瘤有时候 会出现这种痛楚 他平时常常有痛楚 反射的痛 当然西医就解释给他 你现在这样 随时可能会爆的 会死 有时候动物瘤 不要只是在脑子里 有时候在身体的大动物 尤其是腹部 有些叫Aotic Aota 是很大的 那个动物是身体最大的 可能有直径成一串厚 所以这些情况 你一爆就真的很难够 因为内出血 内出血的问题 他是最大的动物 如果一爆就 玩够的机会不多 所以病人 医生说 你不如 因为很多地方都是 你应该做手术 不过这个手术很复杂 要做很多个小时 当时我也跟那个病人解释 我们也有跟他疗法方法 但始终他们都觉得很紧急 因为当你的胸口有很多反射痛 心脚痛 其实那种反射痛 他当然急到 结果就行了手术 知道了之后 还紧张 紧张的时候 血液又高 他一向都有 曾经试过在外面工作 突然间有症状 有症状 当然他不方便在外国做手术 接着他们来说 我也介绍说 我们有同学疗法 有疗法 但他没有走过一条路 后来我听到 他的手术是写不到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 就算被你做了之后 你都要服食薄血药 服食很小 不是吃半然的简单 基本上是不断吃的 接着血管的问题 会更加容易出现 因为你的手术 是加了很多东西 在血管壁上 所以会更加令到他出现其他问题 这个是这样的 结果他没有用的方法 还有一个比较年轻的 他当时也有身体方面 好像有两三个地方 有血管瘤 他正常有反射痛 痛到背部 但他也有高血压 他先去看西医 西医当然没什么做得 他没有吃血压 但他知道吃药 他也觉得药的复作很不舒服 他就来找我 我当时配了一个同外疗法的疗劑 这个疗劑叫做 Beretamuriateca 是绿化胚 这个疗劑在我们的医学上 这个疗劑是会製造到这些血管的退化 还有导致血压高 如果血压高很有趣 通常收缩压的上血压会比较高 而相应的diastolic 书章压会比较低 很有趣的 上压会高 下压可能不太高 他是合乎这个症状 我开始用疗劑 多数个月之后 他一直跟随他 也几个月 他一直好 至少血压没那么高 而且以前那种头痛也没有再出现 他有没有再去照 我不太记得他有没有再去验 因为照这个也不容易照到 因为血管是软组织 所以有时候照得挺复杂 这个是他很满意的 很多时候有些人在年纪大了之后 他腹部有一个大动物 Aiotic很大的动物是丐化的 有时候照X光 照X光 每天见到 那里有一种很丐化的动物 如果丐化得来 他当然也会有时候 会脆爆裂的 那种是 通常如果真的出现 都很难够 因为一个是身体最大的动物 一爆裂就哭 即是你进了医院 可以开肚子去搞 都未必可以 我也认识有些人 突然之间这种病 走到医院就走了 好 幸好 启同的疗法 真的有这些 专门对这方面 是特别有效的工具 其中我要和他 在我们的医学 临床的辞典方面 也有接近100只疗剂 当然有些是特别合用的 也有些要看乎整体症状 所以我的经验 我首选 我遇到这个 如果他没有特别其他整体症状 令我想到其他疗剂 例如在我的医疗库里面 例如丐型的人 通常胖胖胖胖胖胖 喜欢吃鸡蛋 很努力的 怕潮湿 有很多人担心 如果我看到这些 很典型的丐型的人 我都会用典型整体的疗剂 很多时候我没有什么资料 没有其他特别的东西 令我想到其他疗剂 而我会用Berita muriatic 这是我首选的 第二种疗剂也是贝 这就是碳酸贝 Berita carbonicum 如果听我们节目的人 都知道碳酸贝是什么 是最出名的 就是医疗蒙古症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差不多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蒙古症的小朋友 他就是肥肥、肥肥的、很静、很怕丑 知道是迟钝 我都会用Berita carb 但这碳酸贝 原来对血管瘤也很有用 如果病人来说有脑动物瘤 他的症状是血压偏高 或者他经常会有点头痛 我们通常会用治疗之下 起码看他头痛有没有减少 血压有没有低 因为你经常照他 他未必会缩住 血管瘤,总之他一天不爆也是OK 所以如果大家很不幸遇到这些问题 其实也有很多 在媒体上经常说某某人有这些症状 其实不用那么紧张 我和疗法有很好的工具 除了Berita Muir、Berita Karp Coin、Kell Karp Cactus是大花仙人状 Cactus的症状 心口、心脏好像有东西大 有一个大的铁手 将它搅拌它 如果你有这种症状 而被发现有动物血管瘤 我会用Cactus 这个仙人状 除此之外 另外就是铜 Cupram Cupram Cupram有很多抽筋症状 尤其是手、脚、脚、抽筋 但也发羊钓 也尚用到链剂 如果我们有看到这种症状 我叫做关键症状 是属于Cupram 我会用这些疗剂 疗剂其实也有很多 但我过去的经验 主要我都会用Berita Muir、Berita Karp 刚才的新闻报道上 因为它说到血管瘤 其实不是我们其他所发现的 是一些肿瘤的肿化 只不过是因为血管壁是特别薄弱 令到血流量会扩大 一个血管气球 最大的危险性是 因为血管不断流动 如果有血块可以卡到血管 那么薄弱 有机会爆破 就会出血 视乎在哪个位置 哪个位置也好 在内吹血的情况下 都是危险的 但神经科医生也说 一般性来说好像没有什么症状 但刚才医生说 当你很了解身体 可能有时候有些头晕 或者突然无端端的 视力有些影响 有些无端端的反射痛 甚至乎刚才说的疗剂 引起一些轻微的抽筋 这些全部都是身体 告诉你一个讯号 当有这些讯号 我们要正视身体内有什么状况 而原生可以透过这些症状 可以帮大家配到适合的疗剂 将病情续缩回来 但保持到病情 不会爆裂 不会影响生命 这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 至少你先控制它 因为照这些都不是简单 所以我很少叫病人去照 至少你不再头痛 血压降低了 以前那些反射性痛 好像没有了 我们都可以假设它 有一个稳定了 受控制了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健康的层面 我们看好妇药方面 不一定要做到这些施检 去到什么 完全清除了 但就算好像西医方面 用手术给你切除去 那是如何 如果你本身体质 或者基因上 很容易血管壁是薄弱的 那你这次切了这一块 它走到第一个位置 同样会 最大的问题 有时会想去加快东西 包拾其中一个方法 对,不会让它再做什么 但其实也不会跟着到 所以希望大家听到节目之后 清楚了解了 你有权选择适合你的医疗方法 如何令自己达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多谢余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跟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过的疗剂 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跟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电话号码可以电话号码 cs.naturalhealing.com.h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